崇荣瑜 陛下 请您下令 你三天回去休息去吧 别想多了 可是我还不困呢 我看陛下也不困 而且我还没说完呢 我 我 我还有一句话 陛下真的我 我还有一句话 我还没有说呢 我 是灵仓人与舍 人与招舍 风间一律红 红间一长风 凡尘天乱人是空 乱世点成灯 君为绝其弄 轻易度我梦 昨日雨滴上起 你 孤军仍满眼轻语 明月在蓝中梦想 一段点像细雨 陛下对不起 臣不是有意的 臣这就让你起来 你看你这个丫头 这么晚了 陛下给歇息了 有什么明日再说 陈高腿 从昨日雨滴相机 孤举药满眼轻雨 命运在蓝中默着 一栋念像细雨 这生死的余我 如云颜对桃秋 却忍彼此的幸福 通透而凝眸 风雨渐阴雨红 红剑一场风 君为绝情浓 情一头无目 官王殿下 长齐大人 深夜刻来 请进屋说话 不必 我有几个问题 问完便走 殿下为何 送幼马佛剑孝 不是送他 而是送你的 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 礼物 让人欢喜是礼物 让人慌乱便不是礼物 相信长齐大人 定能好好利用 化慌乱为欢喜 我不会理你 请 那就等需要时再领 我不会如你意 我的意是什么 殿下想借我之手 除掉幼马 想除掉幼马的 不是我 而是掌齐大人 却取一盆草 你就被收买了 幼马 作何解释 你知错吗 不必须 我 他 出�り 年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背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不知 爹爹不必自责 光王 女儿去杀了他 他竟用一盆草戏弄爹爹多年 还毁了将情营的第一高手 爹爹全情朝野 纵然有心人想又遗诏闹事 大不了直接镇压 无需顾解 镇压 凭什么 神才军十二万将士 那是一群酒囊饭带 跟凡王们手上的重兵硬碰硬 只会输啊 那将其营五百死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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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正是 本宫跟其燕争权的关键时刻 暂时不要动光王 如果动了光王 只会让其燕肆无忌惮不受控制 直击未到 是 女儿冒失了 殿下 都给我打了 那边还有 如此他们才能放心 而我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让他们放心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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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还第一名呢 红剑一御红 红剑一长风 凡尘天乱人时空 乱是点尘灯 卧宫的时候手要稳 拉宫的时候手也要稳 知道吗 必须 啰嗦 耐心更有 不管目标来自何方 只要发现 放 去 谢陛下 陈领教 好了 是 下去吧 是 好 看到了什么了 预针房原有五百零九人 现在有二百七十七人 这八年间并没有执行什么真正的任务 而是全都内部斗争消耗了 那你可知将棋营有多少人哪 不知道 就不完全统计 记录在册的共有两万人 如今呢 剩下的不到三千人 所以你还觉得预针房残酷吗 即便如此 预针房的训练方式也不一定是对的 我想去趟齐山 尽快把他们接回子役局 求颜知也正在彻查预针房的下落 你一个人去 也不太安全 再等等吧 也是 是我太心急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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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 再来一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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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呀 喝饱了 接着看 看 这是什么 此乃 喉台的内藏 喉台腹下白 背上青黑有黄纹 食指呕吐 四肢发冷 心跳骤天 直接刺入血液中的 效果一样 你还知道些什么 先帝便是负此毒自尽的 左马 他怎么走了 他要说的我都知道 无话可说自然要走 难怪他输给你 你虽然不会武功 但这脑袋瓜 都快赶上博文广志的左相了 此刻的毒针 为何会选择喉台 是无意还是有心 你怀疑 第三人跟先帝之死有关 除非他是想宣告 否则我想不出 对方为何要如此大费周折 要知道 喉台难调 可遇不可求 也就是说 第三人 很有可能是为先帝报仇而来 諸 ort 如何 既然那种 有 power 就是所在場 聚伤 少请 逐一 有 难逃此劫 起来吧 吸取教训 他日再徐徐徒之 先帝天上有之人 不会怪责于你 奴无能 有负先帝所托 当年先帝 责人重建子医局 我向他举荐了你 奴也辜负了殿下的后望 玉真房一事 的确是你思虑不周 你为何不早点 向陛下坦白 奴一念之差 反被求淹之利用 不但丢了玉真房 也失去了陛下的信任 不止是求淹之 还有第三人 第三人 在岁上 陛下 程若瑜 出来了 陛下 你来得正好 正好 你们认识一下 在下韩定 左谦牛尉中郎将 谦牛尉里的人 我怎么好像 没见过你啊 我也没见过你啊 我是紫义局的 新执荐人 程若瑜 行了 都已经认识了 就该谈正事了 韩定 朕让你查的事 都查得怎么样了 查到了 请陛下过目 鸿沽 鸿沽 苏氏政务 行刺囚子粮 引发出后面 一系列事情的第三人 谁 原都 在 殿下 把你查来的 全都告知程尚宫 政务平日里 鲜少与紫衣局外的人接触 唯独 跟寒良殿守门老宫女红姑 偶有往来 红姑的大姐 是政务的如母 政务死后的第三天 鸿沽就失足 掉进了探野池里淹死了 十足 鸿沽 原来是宁河郡主的士币 宁河郡主走后 鸿沽她逐渐失事 慢慢就成了守门的宫女 最近的一年时间内 她只收到了一封从宫外的来信 信是从 信从哪里来 卢从 卢从 是宁河郡主写给她的 信件也被销毁 内容不知 和鸿沽同房住的人说 鸿沽在接到信后很开心 说她已经快要复起了 她想复起 除非宁河郡主回来 但是郡主是不可能回来的 为什么不可能 太阳八年 卢从节度使杨之城 为军事所诸后 史泉忠被推为新节度使 也成为郡主的新一任丈夫 而鸿沽不久后 就接到了卢从的来信 然后上个月 陈印台勾结部分镇吾军 杀死史泉忠 如今 卢从大乱 卢从大乱 她身为大兴郡主 出于道义 陛下肯定将她接回来 但是仇子良跟她有仇 是不会让她回来的 她因何事 与仇子良结了仇 我们若是能知道就好了 所以您和郡主 为了能够回来 就先挑拨仇子良 和陛下的关系 想借陛下之手 除了仇子良 所以臣亲自去了卢从一趟 那你都查到什么了 卢从如今局势大乱 您和郡主不知去向 给朕继续找 是 臣这就去查 陛下 臣也去吧 程如云你去做什么 陛下 谢谢您 原来您早就派人 去追查阿妩一案了 嗯 那陛下也认为 藏在暗处的第三人 是您和郡主吗 这年纪尚小的时候 也没有怎么见过他 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但是他与仇子良有仇 跟先帝感情有颇深 要说是他暗中教唆的吧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是 这么一直看着朕做什么 陛下 外面都传言 说您害死了先帝 篡夺了光王的皇位 这是真的吗 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推测 凝河心性单纯 不是这种人 他远嫁庐从十五年 这十五年的时间 足够改变一个人了 不 我不相信 这一切都是凝河所为 程尚公 我将这一切告知于你 是希望 你能帮我们一起调查 是 为政清白 奴一定会查证此事 不过 若幕后黑手真的是凝河郡主 殿下打算如何处置 阻止他继续犯错 可他也许是在帮您 他恨囚子粮 也讨厌陛下 却素来喜爱您这个弟弟 陛下跟囚子粮若两败俱伤 最终得利之人 就会是殿下您 你 若是事实 你又当如何 紫衣局的第一条公归是 忠于陛下 至于陛下的皇位是如何来的 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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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臣认为 陛下不是那样的人 陛下当年刻意放走了阿妩 臣屡次坏陛下的事 陛下都手下留情 而且还为了臣受过伤 这样的陛下 怎么可能是世兄夺位的人呢 外面的传言是假的 说是如此便更要阻止 如此霍乱朝堂 视之而来的皇位 臣不屑去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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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不客 就知道你在这儿 看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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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尝的为新国 忍辱腹中的大丈夫 不除家贼 何以新国 好 二哥 弟弟愿陪你 打赢这场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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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都说 是朕害死了你 朕也对自己说 是朕害死了你 可如今 有一个人说不是 皇兄 皇兄 你听见了吗 皇兄 殿下 您和郡主要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千真万确 难道这一切 真的是宁和所为 你 你说 宁和姑姑在你们手上 陛下 是我们朕无勇敢地弥杀郡主 从庐从叛党手中 救出了宁和郡主 那你们还挺见义勇为的 护送宁河郡主回恒安 朕无意不容辞 是宁河他自己要求回来的吗 是弥沙郡主说的 如今卢从大乱 宁河郡主千金之躯 不宜在外漂泊 不如回恒安娘家来 他们已在路上 想必再有半个月就到 怎么 楚国公以为不妥 没有没有没有 不但要回来 而且还要风风光光地回来 让朝廷上上下下所有人 去宫门外迎接 陛下 您说是吗 是 那您就下旨吧 所有人 都去宫门外迎接宁河姑 包括朕 臣当遵旨 不行陛下 既然已经知道宁河郡主是第三人 为什么还要让她回来呢 不是朕让她回来的 是仇子良 仇子良 也在怀疑宁河郡主 对吗 我们能查到的 求燕之自然也能查到 那仇子良此举 必不怀好意 你翻什么呢 我查一查 仇子良 仇子良与您和郡主 到底有什么丝绸 假历上是不会写的 你翻它 不如直接问朕 陛下您知道 朕当年虽然还小 但也开始及时了 时任节度使求取的 本是九姑姑 但秋子良向先帝提议 说宁河姑姑最为何事 最终 换成了宁河姑姑原嫁 完成了这场政治联姻 为什么呀 他们两个人是如何结怨的 朕并不得知 但宁河姑姑 临行前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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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话 要对宁河说吗 秋子良 你别得意 日月朝朝 天道轮回 你今日给我的 我总有一日会统统还给你 我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欢迎你 怎么 怎么回来 死了再回 你 明河郡主就是这第三人 已经无疑了 首先 他先让刺客去刺杀陛下 嫁祸将其营 然而陛下没有冲击 所以他就动用了他的第二步起 阿妩 他是郡主 自幼在太后身边长大 宫中留有老人 所以他可以让阿妩顺利进宫 在唆使阿妩 在寿宴上行刺仇子良 然而陛下依旧没有冲击 最后他只能让刺客 去九四刺杀陛下 让将其营 发现玉真坊 这样陛下与仇子良一定会反目 可是 应该再等等 等到朕 跟仇子良分出个胜负 或者两败俱伤之后再回来也好 对呀 他如果现在回来的话 必然是不明智的 仇子良摆明一定会对付他的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他也无路可退 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只能回恨安 因为如从大乱 这是最大的可能 那第二种可能呢 宁和姑姑不是第三人 就跟郑武一样 她也许也是被第三人 推上了棋盘 来当作幼棋 宁和 十日后抵达恒安 陛下和其他文武大臣 会到宫门外亲自迎接 你去准备一下 爹爹似乎说过 不许他回来 他若敢回 本宫就敢赐他一死 顺便敲打一下朝中的官员们 女儿明白了 胭脂 把事做得漂亮点 是 颜休 陛下这几日在忙什么 回大人 自带小杂鱼回宫后 就没有再出去 闲暇时间 也一直在陪小杂鱼练剑 小杂鱼 小 是 程洛宇 看样子 陛下是真心想要栽培他 安王 接回来了吗 已从外祖家接回来 那边表示 只要大人 肯让安王当储君 就什么都听您的 把他带过来 是 好 爹爹 齐燕重用程若宇 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方案 程若宇有勇无谋 不足为患 只是齐燕 本宫 当初看错了他 齐燕狼子野心 爹地一时大意 也是难免的 这儿 陛下的武功 你见过吗 还没有 当初啊 他认本宫为父的时候 就说是仰慕本宫的功夫 正好先帝不是很听话 所以本宫就收了他做义子 并亲自 传授他功夫 陛下的武功是爹爹教的 本宫只教了他三个月 没想到他天赋那么高 三个月 就练成了三年的模样 后来本宫就没有教他了 并命人带他猎狐玩乐 只教了三个月 良知全中 陛下好剑法 他 没错啊 一年后 他的剑术远超所有人 三年后 在身裁军 已无人能敌 本宫不希望他的武功好 所以让他炼丹一擒 承熙就是那个时候 去到他的身边的 承熙精通炼丹术 嗯 承氏兄妹 因此得氏 都是本宫一手促成 好 细细想来 一步错 步步错啊 那爹爹准备 怎么对付齐燕 安王到 见过楚国公 股王 水 死 让我记得也是 废晚的 可负 看见他 还懂曲曲啊 本宫不仅懂 还懂得痒 这诀窍啊 就是一个痘子 陛下 他们已经下山 去找寻您刚才打的猎物了 朕想到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陛下请说 如何让玉珍坊 那三百人光明正打到回来 让这三百人 跟着您和郡主回城 禁诛者斥 跟着朕 果然是进步很大 不过 已知求子良 一定会对付您和郡主 如果这三百人就这样回城 岂不是自投罗网 所以就得看你的了 是 臣接旨 在哪儿 是灵仓人与生 人与照领生 风剑一律红 风剑一长风 凡尘天乱人时空 乱是点尘灯 陛下 您舍中的猎物都找到了 没看到朕正在忙着吗 滚 是 是 弟兄们 快走 陛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朕腿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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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告退 小腿还挺有劲儿的 就好 就是他说 就是他说 怎么这么 comin week 伯伯 来 慢慢 慢慢 慢慢走 到底怎么了 伯伯实在没有想到 我还有当皇亲国戚的命 您到底怎么了呀 月儿 你跟陛下的事啊 伯伯都听说了 别不好意思 之前陛下为你上药 您别胡说八道 那都是没有的事 脸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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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的好侄女 说一千道一万 记住伯伯这句话 到时候呢 就好生地侍奉陛下 到时候 对了 关键是什么 有什么事情 不能由着陛下的性子来 这个陛下呀 灵性宫女啊 都一定是要记录在册的 如果有了身孕之后 你别说了 你 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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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他就是昨天打猎使 是封陛下那个人 听说陛下特别喜欢他 也不知道他走了什么运 我听说呀 他可能会被封为妃子 真的假的 好 你说这以后 我非常知道做凤凰了 就是 还不过来 我就说我 知道 你咬那腿 我咬这 你咬那腿 你咬这腿 我咬那腿 我咬那腿 是 我咬那腿 我咬那腿 她咬那腿 你咬那腿 姻咬那腿 你咬那腿 给但腿 过来 给朕揉腿 你听不懂文化吗 揉腿 朕腿疼 我知道了 怎么还那么笨 交给你个事 说吧 竹筒里醒了什么 颜兄 带兵去紫衣局抓人 凭什么 就说玉珍坊 私藏兵器一案 与紫衣局有关 你没有证据 那也可以先收押入狱 慢慢查 一日查不到 一日不放 你 如何 想说了 对我用刑吧 不用 你的好姑姑程兮 和整个紫衣局的人 都会入狱 替你受刑 你不用拿姑姑 他们的性命威胁我 大不了我抹了脖子 去地下陪他们 陛下 我们假装把宁和郡主 秘密转移 然后试探邱炎迟的反应 看看他们准备做什么 对 那 那我怎么样 才能招得自然 不被他们发现 不招啊 什么意思啊 我没听懂 你呢 这绝对不可能会招宫的 那种性格 所以 只要死咬着不招就行 那怎么把假消息 传出去啊 有人会替你招待 谁 陛下今日 写了好几张字条 把其中一张交给陈洛宇 其他的都投入火盆中烧了 高平趁他走后 从火盆中捞出了这个 求 危险 改道落 落 落呀 这个消息 让高平线上 总会比你招过我更可信吧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做你自己就好了 然后 你就等着朕 救你回来就行了 Lif手 应该rze顺撒 工作俩 在这个 是不是 gem ớ 声 lesson 唤 修 想 个人 陛下倒是聪明啊 知道爹爹不会让宁和活着进恒安 所以让他先去洛阳躲一躲 楚国公真的要杀宁和郡主 当然 他还要文武百官都看看 看他楚国公是何等的 言出必行 倒是你们胆子大得很 知道爹爹要宁和死 居然还想虎口夺人 宁和郡主回恒安 天下主路 而且 他也只是想要回家而已 为什么就不肯成全他 回家 成全 他齐燕是嫌自己的皇位 坐得太稳了吗 他知不知道 爹爹已经命人 将安王重新接回恒安 安王又回来了 是 而且这一次 你救不了他了 安王被爹爹安入府中 亲自召开 这意义是什么 程若宇 你真的不懂吗 告诉齐燕 不要再抚你爹爹 不要再管宁和的事 你告诉我这些 是在帮我 而你帮我的目的又是什么 又想利用我做什么 大人 陛下醒了 再整他 齐燕肯重用你 是好事 那你作为执剑人 也应当帮他看清现在的局面 如今的局面是什么 是他的翅膀还不够硬 别急着飞 这整个长明宫啊 命最大的 就是你这条小杂鱼了 回你的好陛下身边去吧 乖一点 别总惹长起大人生气 我听说 齐燕对他态度大变 从讨厌变成了喜欢 还有意要拿他为妃 孤男寡女 出生入死总在一起 难免有情 那咱们俩不也是孤男寡女 出生入死总在一起吗 派人坚守通往洛阳大小关道 令增派二十名左字去靖阳 一定要接到宁和郡主 切不当 全都不要回来了 是 陛下 该吃药了 让鱼儿过来服侍朕 你们都退下吧 是 陛下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去了 陛下找人都没人应啊 退下吧都 是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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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若鱼 把链子放下 是 封鱼儿 证明 你 陛下 请 冲若鱼儿 请 请 陛下 夜半惊醒 难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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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朝承热于 宫中侍寝 徒邪 你怎么还这么笨 呗 说吧 说什么 朝承热 难不成 你以为朕真的是要你来睡觉的 反见计 懂了吗 对了 燕池看了 高公公的那个碎纸片之后 确实吸了 而且很生气 生气 他截住了那么重要的一个大情报 又可以去秋子梁面前幽宫 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人什么人呢 十万火急的 发什么呆啊 燕池 真的很奇怪 他好像 真的不想陛下有事 陛下 仇大人担心陛下腿伤 特地让奴才送药来 高公公 陛下已经歇息了 妈 啊 啊 啊 哎呀 滚出去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继续 陛下让高公公 滚 来啊 写 好好写 你 你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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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所以 秋三良会在宁和谷物入城时动手 他要所有人看宁和郡主如何死回家 我们要另想办法了 你去一趟骑身 去看看那帮死士的武功如何 是否可信 自事提大 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错 陛下 我有话要说 说 如果那第三人是宁和郡主的话 居心破错 陛下您还救不救 你以后说悄悄话 身意能不能小点啊 我 您还救吗 果然是司令之婚 什么 没什么 那您还救吗 救 即便是惹怒求子良 换安王等级也就 想换掉朕不难 但想指定安王继位 隔地藩王也不是吃白饭的 陛下 陛下 那是什么意思啊 朕已经写了十二份诏书 派寒定 给十二位截度使 朕若死了 他们就会扶植新的皇子继位 那样岂不是天下会大乱 所以 丘子良现在不敢轻举妄动 他现在所谓的兵权 就只是在恒安城内耀武扬威 到了外面 就是白纸一张 明白了 幻权来自于黄权 黄权落崩塌了 幻权也就死了 陛下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 这句话 很多年前 朕的老师也说过 老师 陛下的老师是谁啊 是一个白笔无侠的人 说 成若于世气 貌美聪慧 君心甚位 貌君心大位 还想起什么好词 网上写 不认词 亏待不了你 回去睡吧 去去去 真要睡了 快点快点快点 你快点 程若于 程若于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你得到朕的恩宠 你就得意幼行 你再敢为朕武求求 你试试 回去并能思过 安枝 掺着你的侄女 没有朕的允许 不许发能出来 是 是 程公公 程公公 刚刚那段话 要写吗 你知道滚字怎么写吗 小的知错了 滚啊 滚啊 这又是怎么了这是 是 尚公 好 雨儿出宫了 这个时候出宫 所以程公公 让我们赶紧找个身形 像雨儿的人 给她送过去 你去吧 别人去我也不放心 而精灵武功高 有什么意外 也容易应对 是 雨儿 雨儿必定是去骑山了 以她的性子 那些死士们交到她手里 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好 岂祖神能事 就连着 像棋到底是不是 神能事发明的 还说不准 祭拜一幅画像就能迎棋 一向天开 古典 有人读我的画 画上要读 请 我知道是谁 谁 除了佐马 没人有这个胆量 敢撕穿我的房间 他还没自信 他本不该如此冒失 必是发现了什么 把他抓回来 是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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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嫣之 他一定会猜到是我 不行 我得去跟公公说 不行 我没有得到最后的时长 公公是不会相信的 如蜂 你果然在这里 就必须留在这里 已被你不识之躯 留在这里 他没问题吗 他叫如风 极有灵性 你奇怪就知道 是 谢陛下 如风大美女请多多指教 走 这边 走仔细点 是 快去那边看看 是 这边没有 这边也没有 这边 去那边看看 是 走仔细了 走仔细点 是 这边 走 那边也看看 走 走 走仔细点 是 那边 那边也看看 这边 这边 我把人过来 你手上的伤 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你是紫衣局的心智间人 你是谁 你怎么认识我 我是将棋营的人 自然会认得你 你是将棋营的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这还看不出来吗 杀人 灭口 跟我走 我带你出这边来 走 你 什么 多谢姑娘出手专一相助 你我凭水相逢 还是各走各的吧 你帮我再放下来 你帮我开 我怎麽 bad 你看 pics 我谢谢 ache 净 大甕 跑什么 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有点心虚 所以跑呗 知道不该碰 还碰 好奇吗 你是个好奇的人 但也是个谨慎的人 私闯我的房间 触碰我的物品 冒了如此大的风险 所图谋的 必是更重要的东西 说吧 到底想找什么 男人 长齐大人 把左马大人 这几个月的行程 汇报一下 是 曾月初一 左马大人离开恒安 先是一路往西 半月后折回到恒安 逗留了十日 十日后去了城郊南岭 南岭 你在查我 在南岭逗留了几天 左马大人分别去了 商州 岳州 徐州 端州 辽子部 最后回到恒安 又在南岭待了三天 这才回京 果然是在查我 看来 新荒的人换作是你了 怎么 听到商州 徐州 岳州 害怕了 下去吧 是 查到什么了 求燕之 本明大押 保利元年三月初八上 恒安城郊领南人 左右 这是什么 应该是陛下的东西吧 还是放回去了 当年因为饥荒 村民流离失所 共济失踪女童一十九人 我就是顺着这些线索 在这段日子去了那些地方 我把十九个女童的下落 一一核对查识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那十九个女童里 没有一个能跟你对待账号 所以求颜知 你的身份 户籍 都是假的 还有吗 在你被卖入月房之前 你曾在张子耀铺住过 当时伙计回忆说 你受了很严重的伤 心口处有一个大洞 那就证明 你的心脉 早在进将棋营之前 就已经毁了 根本不是我伤的 就是因为你之前 受伤的心脉 公公误以为是我 害你练不了我 你知道吗 公公辞罚我洗刷马桶三年 三年 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然后 我设计陷害了你 你竞争掌棋人一位 也输给了我 你还查到了一些 其他的证据 想证明我 不是求颜知 而是别的什么假以禀定 请问这些有用吗 有没有用 那就要看紫衣局的 新执剑人怎么说了 你说什么 我已经把调查所得 都给程若瑜了 你进宫了 不 没有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竟然会在丛林中 偶遇程若瑜 这可能就是天意吧 天意告诉我 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比交给公公更有用 现如今 陛下一心想摆脱 公公的控制 此一句 如今又掌握了 你这么大的秘密 你说 他们会怎么做呢 求颜知啊 求颜知 你煞费苦心编造身份 你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丫子 关起来 是 来人 来人 求颜知 你死定了 放开我 好一个仙人 诸索 如风 在这儿等我啊 我先去参谈他们的武功 打不过再量出此前 就是这里没错了 他们在做什么 好 拜见方初 拜见方初 是 得令牌者 为赢 是 去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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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别跑 别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手 说 你是什么人 我是紫衣局的 执剑人 青光剑 你到底是谁 我叫程若鱼 是承熙的侄女 从今日起 负责接管玉珍房 失败者 罚 住手 你这是在做什么 日常训练而已 失败者接受惩罚 那今天起 这条规矩作废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那青光剑说了算不算 青光剑说了自然算 但你是否有资格 用这把剑呢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有没有资格 用这把剑 我没有资格 程若鱼呢 他不在宫里 看来 左马没有散枉 他真的在凌中 遇到了程若鱼 并把东西给了 继续找 你真是程尚公的侄女 竟是你偷来的 都说紫衣局的精华 竟在玉珍房 留下的全是废物 房主 看来果然如此 你可知道 为何你虽拿着青光剑 却依旧使唤不动我们 为什么 玉珍房的第一准则 强者为踪 刚才的训练你也看到了 每日一次 每月按照所得玉令数量排名 谁得到的最多 第二个月就是房主 如果你想来接管我们 就来抢玉令吧 在前面 追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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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 站住 追 在那儿 快 追 站住 快点跑 在那儿 在那儿 在那边 追 快 怕 停 我 应该 还 我 如果你 tagged 都 是我 我是 brewer 给我 若臣被将七颖的人追上 不幸 得向个法子保证他的安全 王叔 王叔 小五啊 陛下 陛下 臣誓言 恕罪 王叔 记得小时候 王叔总是如此教我 陛下还记得 陛下深夜前来 定是有要事 朕知原渡武艺高强 想请他上骑山一趟 保护冲若鱼的安全 鱼儿去了骑山 带下来 回到过去 我还是要留意 再来 我们再来 这次 我说 感觉 居然是 甚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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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 救命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奴见过长齐人 听说执剑人被陛下关了禁闭 是 小可怜 我去安慰安慰他 就不劳烦长齐人了 老奴认为 他这是咎由自取 自然是要的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因病都好几日未见他了 长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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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姑娘的名字次序 先后打开 鲤鱼跳龙门 卧宾求礼 两小儿便日 这是官王殿下给我的 请 你看到了 整个现场从上方看 就是个阵法 程尚公训练他们这么多年 可不只是为了让他们盲目争强 行动间全又应和阵法 所以想要赢就先要破阵 这就去 破阵之法都记住了 字面上的都记住了 剩下的就要靠身体去记了 但是 gone 前掌 红旗 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见过长齐人 恭喜你们 正式成为卒子 你们中的任何人 只要足够强 就有可能取代金字棋子 甚至 取代我 现在 交给你们第一个任务 上齐山 抓程若鱼 和玉珍房三百死士 是 我拿到了 一个玉珍 也算赢了 他太累了 安排个房间让他休息吧 你们不必担心 不是你们能力不够 而是光王殿下 敲给了他破阵之法 好了 你果然很有天赋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破阵 没有多亏光王殿下 他写得很清楚 任何变化都在里面 不过 我练了一晚上 也没有人会贯通 玉珍房练阵多年 而你一夜就破了 也是实属不易了 那我是天才嘛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不过 你没有更多时间了 明天必须回宫 什么意思啊 我还没让他们扶我呢 我之前没说 是怕你不能专心破阵 将棋营那波族子 其实已经找过来了 虽然那波族子 已被我干掉 不过他们也很快会再找来 可是 我没有信心 说服房主他们跟着我 药方 这是什么房子啊 你见到玉珍房的房主 不感到奇怪 你是指他不开口说话 猴急 这是治疗猴急的房子 这房子是你开的 当然不是我开的了 是我找一位 医术很高明的人开的 你怎么知道房主身上有伤 又怎么知道该如何治 这个 房主 你不妨试一试 万一治好了呢 房主 此药方来历不明 不可轻信 怎么就来历不明了 我是程尚公的侄女 我还要带领大家保护陛下 同舟共济呢 你才抢到一个御牌 离带领我们还早着呢 房主 房主不渴 他根本不够格 多谢房主 外界执剑人 外界执剑人 卫生 外界执剑人 这第三个锦囊里 确实什么都没有啊 梁晓儿变日 什么意思 什么情况 为何敲响撤退中 我刚去外面侦查了一番 将军的族子已盗山腰 此地已暴露 你们速撤退去晋阳 混入您和郡主的队伍之中 等候命令 鱼儿姑娘 您快回宫 走 快跟我走 你干什么 走 别管他们 你们快撤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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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有人来了 我去引开他们 一起如风先走 你 是将棋营的人 对 应该是将棋营的穷燕池 跟他们拼了 你有伤 你先走 那你怎么办 我自有办法 你可别冒险 别这么多废话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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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若云 跟着你 果然总有惊喜 卑鄙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了 是你多管闲事 暴露了行踪 有话就直说 跟踪我干什么 我说过 紫衣局和玉珍坊 都不是我的目标 现阶段 我们完全可以 友好相处 话说得倒是好听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哪一点值得人相信呢 我们可以先谈一谈 谈什么 谈笔交易 什么交易 把佐马给你的东西还给我 佐马 前晚你在林子里救的那个人 他什么也没给我 当真什么也没给 当真什么也没给 鱼儿 我们不是敌人 我说没给就没给 要不然 你来搜搜看 马背上 是 盈修 通知他们 把刚才那个女人追回来 是 快去追刚才那匹马 是 是 求颜知你到底要干什么 把东西还我 否则我把玉珍坊三百人 交给爹爹 落到他手上下场如何 你应当清楚 求颜知 你的心好毒啊 多谢夸奸 禀报掌西人 紫云阁内空无一人 我等无能 请掌西人成见 下去 看来 只能把你带回去 交给楚国公了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来 去去去去去去 快去去去去去 驾 陛下 陛下 一场误会而已 还请陛下恕罪 误会 你怎么样 臣没事 上马 我 我上哪匹马 上朕的马 是 驾 这么大的阵仗 怕是瞒不过公公了 咱们想想该怎么解释吧 解释之前 先去看眼泽嘛 陛下 您怎么来了 臣见你迟迟不归 只好亲自出马 你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无能 多谢陛下相救 你想多了 程若鱼 朕只是除了狩猎 横巧遇见你 顺便带你回宫 是是是 我就知道是这样 对了 陛下 玉珍房的人 也是您救的吗 陛下 有您真好 陛下 如蜂 陛下 如蜂 如蜂 奴下子愿叩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夏子愿 是在下 陛下 您认识夏子愿啊 趁那这匹白马如何 陛下的马自然是最好的 回宫 想好该怎么杀我了吗 我看了你给程若鱼的东西 就凭这些 能奈我何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值得你以蜜相搏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走了 我随时等候你 下一次挑战 请 求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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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轻点啊 你到底会不会啊 忍着点 别那么娇气 都怪你 当时要不是你 非拉着我一起 陛下 坐吧 谢陛下 说说什么情况 其实要感谢光王殿下 要不然我就白去了 雨夜龙门 助你破阵 卧兵求礼 让你施恩 但第三个梁小儿便日 又是何一 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陛下 就只有他不服我 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 用帝王拙日震慑他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管用的吧 紫月 你现在听我的吗 既如此 就让他跟着你 玉珍坊 已经出发去静养了 你跟他们之间 也需要一个传话的人 是 臣也是这么想的 行了 天色已经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 你先回去休息 我再次会 我再次会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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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你不可以 老是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喂 喂 我 你又考什么呀 谢谢陛下 又救了我一次 记了还 是 夏紫月 尚公 如何了 雨儿回来了 玉针房的人 也已经全部安全撤离 转道去了靳阳 准备混在宁和郡主的队伍中 回恒安来 倒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可是 仇子良会让宁和郡主 活着回来吗 如果宁和一死 他身边的人 全都会因为护驾不力 难免一死啊 是啊 还是得想个办法 可以让宁和郡主 不死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只能让求燕芝知道 郑武一世的幕后主使者 就是宁和了 这样一来 仇子良 岂不是更加讨厌宁和郡主啊 仇子良讨厌一个人 那个人才能活得更长久 三十名足子抵达靳阳 根据掌情人的吩咐 准备押送宁和回京 但进入驿战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尸体 在驿战守卫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三十名足子 就那么横空消失了 搜查了吗 我让官府 以诗切为由搜查 没有找到人 另外 还试探了一下郑武藩臣 发现他们武功不俗 尤其是弥沙郡主 是个高手 藩臣会武功不稀奇 但郡主是个高手 就不简单了 这是族期 善模仿 你把当时 试探明沙郡主的那三招 重新演示一遍 是 你去查一下 宁河出嫁起来 和此人关系如何 鱼儿 拿回去后一日一服 连续敷上七日 伤口就应该能够愈合 殿下没有现成的药啊 楚国公不许我再捧草药 为什么 应该是想让我专心当一个闲散王爷吧 管得真快 殿下放心 终有一日 我们不用受那老奴的要挟 你的事 袁多回来都跟我说了 做得好 谢谢殿下 对了 忘了谢谢殿下给的锦囊了 但是 那锦囊被囚烟枝拿走了 你碰到烟枝了 他说 左马给了我什么东西 看起来很着急 不过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 陛下 陛下 这个韩月 生贤担任先帝的左倾吴伟大将军 早年间 曾当过宁和的贴身侍卫 弥沙所用的 确是他的武功 是的 重重迹象表明 郑武还有正式刺客背后的主使人 就是宁和 动机 条件 全部给你推断的吻合 我不能原谅他 尤其他还将韩将军的武功交给外人 好 他想回来 那就押他回来 让他看看 自己做了多蠢的事 可大人要他死 爹爹看到这些 就不想让他死 会让他生不如死 陛下有疑惑 要问臣 可是 锦囊一事 王叔为何会有玉针房的破阵之房 又如何得知玉娘有猴急呀 这位姑娘 你可否 能带我回答这个问题呀 紫园姑娘 你是不是认识我 房主房中 有一幅您的画像 所以能认识 他为何会画我的画像 自从您四年前救了房主性命 他就一直感激您 养慕你 原来王叔救回玉娘 四年前 玉娘赞助菜市九四时 遭人凌辱惨遭割吼 寻成大夫无法移植 承熙便把他带到我那儿 虽然治好了他的伤 可生线却无法修复 朕多疑 还请王叔不要放在心上 陛下 王叔 起来 事实上 玉真房一事 我确实早就知道 却一直瞒着陛下 心中一时万般愧疚 皆因我答应过先帝 绝不对外倾吐 所以 朕之王恕苦中 心中只有感激 光王殿下 您之前给我的那个 最后一个锦囊 两小儿便日 是不是说 我要把不服之人 带到陛下身边 抱歉 我的理解没错吧 我的理解没错吧 两小儿便日 圣人亦有不知之事 我实在是继穷了 想让你自由发挥 好 现在看来发挥得不错 我 我 你想什么 殿下 陛下 光王殿下 囚子梁紧急调动神才军三千人 前往晋营 迎接宁河郡主 此前囚援之 曾派遣部分族子前去晋营 奇怪的是 族子们在潜入驿站后 便失了宗 将其营的族子 各个身手不凡 怎么可能会莫名失踪呢 似是 朕无藩臣所为 他们的武功 竟高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杀掉那些族子 未必依靠武功 一盆佛剑笑 也能做到 您何故故有此花 佛剑笑很难种植 更别提 朕无这种苦寒之地 离土即死 殿下 您屋里内盆呢 在囚渊之手里 囚渊之 当然不会用它 来对付自己的族子 所以问题 还是出在了 朕无的凡尘身上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 囚子梁 为何会派神才军去接人 他若是想让宁和死的话 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也许他已经知道了 玉珍房三百人 要解机回京 这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 他不想让宁和出事 那怎么可能 他一心想要宁和郡主死啊 承熙求见光王殿下 是 奴自作主张 请陛下责罚 你说 你是故意将洪孤一事 泄露给将棋营的 奴听说囚渊之 派人正在查宁和 就将相关的证据 塞了进去 为什么这么做 陛下 您和郡主对您不怀好意 他此番归来是来复仇的 所以你就先下手为强 让囚子梁去对付他 我是为了保护您 也是为了让玉珍房三百人 能顺利回来 为您办事 陛下心路 很好 承熙 你非常好 你做错了 你做错了 陛下 你只想着 如何保住玉珍房 可曾想过 宁和的下场 他本来就是要死的 现在囚子梁反而不会杀他 让他活着了 让他活着 备受折磨吗 他罪有应得 他也是我的姐姐 他还是陛下的姑姑 承熙 你以后恐怕没有机会 再让陛下起伏了 陛下 臣替姑姑请罪 姑姑虽然是为了陛下 为了子一举 但错了 就是错了 你不是帮亲不帮离吗 是 所以臣愿替姑姑受罚 但陛下 郡主现在危在旦夕 能不能等臣救助他之后再说 所以你要去救他 是陛下要去救 不是吗 陛下 我们现在有三百人 朕无藩臣各个武艺高超 将其应无计可施 神才军现在 明面上也是听圣旨的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利的 但朕也并不想去救宁河 他作恶多端 逼着朕跟丘子梁自相残杀 回京 也只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更要去救他 粉碎他的阴谋 你为何如此的欺人朕 也许朕是个坏人 朕有罪 朕所遭遇的刺杀和报复 都是罪有应得罢了 陛下 曾经的您 臣不认识 但现在的您 在陈西墓中 是个好人 在陈西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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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部分 那帮你 日墓中 让处自然 和尊重 培训练 周晓晓夫 周ade 让你送e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你成为了长齐人 就再也没有服侍义父了 是女儿不孝 女儿以后常常过来 义父把神才军的兵力借给你 希望你物尽其用啊 爹爹放心 女儿绝不再犯玉珍房的错误 你确信 这一切都是宁和 在背后搞的鬼 是 尤其是玉珍房的事 我们都被他误导了 大人 从玉珍房搜到的剑 回三十多年前 镇南节都使齐青叛乱囤用 但最终 没派上用场 就一直留在了那里 那个八卦机关呢 也是吗 是 机关所用玄铁 与剑身相同 这么说 玉珍房 其实是齐青 没错 齐青死了三十年 那里早没人了 如果真是紫衣局的地盘 没理由齐燕不知道 程若鱼也不知道 我们后来寻着线索 去了一趟齐山 在那里遇见了 同样去查此事的程若鱼 种种线索 都指向宁河 而郑武 独针上的喉台之毒 也宣告了宁河的用意 他要替先帝报仇 报仇 好好啊 都十五年了 本宫没有动他 他倒好 想先动起我了 他什么时候到啊 不出意外 三日后 看来 咱们得好好招待 这位故人了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陛下的吗 我之前去齐山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杯囊里 这没有留个东西 在这个杯囊里 那这 是不是球烟枝 逼我浇出去的东西啊 这上面怎么没有字啊 你别弄了 你别利用了 什么意思啊 将擎内讧 左满栽赃陷害你 球烟枝追着你跑 真正的东西 还在他们的手里 真的是 一个个都把我当背过的冤大头 陛下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害怕与球烟枝 那样厉害的对手为敌了 怕 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怕这个字 不过 球烟枝给我的感觉 真的很奇怪 你说他是好人吧 他做了很多坏事 可是你说他是坏人吧 他又一次一次暗中 帮我来 你说他到底图什么 想知道 继续反间计 把你手上的这个东西给他 他 不信我怎么办 他会信你的 程荣誉 只要你愿意 这世上所有人都会信任你 我也是 我也是 郑月 那老大 我希望你有足够好的理由 让我原谅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液碳降机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责温自己 为什么将棋营的警戒如此松懈 就是这个人 一直跟在你那马车后面 偷听了不知道有多久 看来将棋营不仅警戒松懈 人心也不起 你就为了这么个东西 追到齐山 还对我拔刀相向 求燕之 看来你也没那么聪明啊 你想用它换什么 求燕之生醒多疑 和他义父求死良 简直是一模一样 那我该怎么办 您与其想着 如何编造一个假的谎言 让他相信 倒不如直接跟他谈条件 玉珍房 只是玉珍房 宁和不要了 宁和郡主的话 我看你也做不了主 不过玉珍房区区三百死世 你倒是应该 能帮我瞒住你爹爹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答应你呢 不答应就算了 人和东西都给你 告辞 可以 这就答应了 就算你不求我 我也会让他们回来 你不怕吗 区区三百人 我还不放在眼里 况且 对异时对手太差了 也很无趣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我就当时夸奖了 这是干什么 以茶代酒 庆祝我们正式联手 不怕有毒 要是有毒的话 我就杀了你 好疼啊 到底是谁让你来堵我的 是 走 也许他的秘密就藏在这里 我还是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帮齐燕 大人本就不喜欢他 想要换了他 因为没人比他更合适 什么 我想当皇后 光王太淤 安王太弱 而且 我若是当了皇后 齐燕便会一直生病 然后 你就可以效仿女帝 临朝称之 妙啊 那齐燕听不听话 其实就不重要了 后院那些小皇子 也都可以扔了 对了 左马好像发现你的身世了 你打算如何处置他 他虽多发现身世有假 但绝查不到我是谁 可留着他 终归不多 但贸然杀了 爹爹必会追问原有 先关着吧 等想到万全之策再说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明日还要迎接凌和郡主呢 好 好 真是 怎么回事 那么有事 终归 几乎 碎 不 你干什么 快 这 我 是 还不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